21日一早7點左右 花蓮市中正路上的一間 知名連鎖服飾品牌 二樓的玻璃櫥窗 無預警的突然破裂 導致大量的碎屑 瞬間是灑落一樓的地面 所幸當時並沒有人車經過 但是好端端的玻璃怎麼會自爆 讓我們來聽聽看專家的說法 大量的玻璃碎屑 瞬間從天而降灑落柏油路面 看起來好嚇人 這是發生在21日一早7點左右 花蓮市中正路上的一間知名連鎖服飾品牌 二樓的玻璃櫥窗 突然無預警破裂 警方在貨爆後 立即趕往現場擺設交通錐進行管制 而經過初步勘察 也排除了有外力介入 原警破爆之後 立即趕赴現場 用交通錐將玻璃圈圍起來 避免往來的人車經過發生危害 那並立即通知辭區的清潔隊 會到場予以慶除 那現場初步勘察 沒有發現人車受損或受傷 那經釣越監視器 已經排除人力所為 玻璃櫥窗破了一大洞 路面上也留下了許多玻璃碎屑 所幸事發當時並沒有人車經過 但好端端的玻璃怎麼會自爆 讓我們聽聽看專家怎麼說 這兩個眼睛 自爆玻璃會有呈現這個狀態 如果你是今天自己敲到的 會很明顯的敲痕 會有明顯的敲痕 痕跡出來 基本上 它那個 而且破裂的時間點 基本上應該是自爆的現象 因為看那個 那個跡象不太可能是人為破壞的因素 有可能是那個太陽光線的問題 紫外線 黃外線照射 然後產生內外溫差過大 而促使了玻璃裡面的一個元素 叫流化內 產生了一個變化 所以玻璃會產生自爆的現象 專家表示 以台灣目前的玻璃製成技術 自爆機率已經算是非常的低 但在炎炎夏日的陽光直射 加上冷氣房的內外溫差 還是有機會發生玻璃破裂的情形 如果想把自爆機率 降至最低 還是得靠加工時 多一道熱鏡處理的工序 並請專業廠商進行安裝 記者 許麗晴 華聯市報導